音樂 表演區有什麼 讓系群撩你一下 今天呢我們有三個老師一起 跟我們撩一下 首先第一位是我的老師 李國俊教授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國光劇團的 京坤男神 李宇航老師 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的學長 現在是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黃西超老師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有三位老師 其實我們要聊的是一個 關於男生女生失控的愛的故事 就是失控的愛其實是這樣 是要講的秀如記 老師是當初在課堂上跟我們講到說 這個秀如記是你的研究主題 因為主要是 當時我們對於這些故事 被演為戲的這個情況 那因為秀如記是唐人傳奇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故事 講的又是一個這個 這個才子佳人的故事 但其實所謂的這個家人 又是個娼妓 所以是很有趣的就是 變成它是一個文士跟妓女的愛情故事 在我從小所學的這個藍館裡面 有一段剛好是演秀如記這個故事的 藍館音樂是閩蘭的地方音樂 我本身是金門人 在我們金門藍館算是流行音樂 所以從小對於藍館曲子 大概都蠻熟悉的 那麼其中有這麼一段 那麼他剛好又是演唱這個 所謂的鄭炎和跟李亞仙的故事 也就是秀如記的故事 就想說這個是本來比較熟悉的東西 所以就選這個為主題這樣 藍館是金門的流行音樂 怎麼個流行 怎麼是大家都會唱嗎 基本上是的 原因就是說藍館使用的全收腔 那麼他的所有的語言的文字的發音 都是用全收話 那我們金門剛好都是講全收方言的 所以藍館在台灣沒有我們那麼流行 因為我們講的方言裡面 比如你要去哪裡 台灣不講渴 我們講渴 你是誰 我們渴渴 渴渴 這些是我們的口語 在台灣不是口語 所以在我們學藍館就比台灣方便很多 這樣子 老師在中央大學之前 那個時候也成立了一個藍館的取社 叫清育齋 那個時候怎麼會想要成立這個清育齋呢 任何的音樂嘛 都是要很多人一起玩嘛 那當玩的時候沒有辦的時候 那就找學生當辦嘛 所以一時我不管在哪個校教書 都有帶藍館團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 把學生交會了就有辦陪我玩 今天又把清育齋帶來玩 那麼第二位渴渴老師呢 是我剛才說在台灣 第一個看您的戲就是秀如記 正式的演出了 到後來國光劇團 跟日本合作演的秀如夢 可以說是鄭元和的代表人物 老師怎麼演鄭元和這個角色呢 其實鄭元和是蠻複雜的吧 其實秀如記這齣戲 對我來說是一齣很重要的一齣戲 我從事昆曲四十幾年 第一次上台首秀演昆曲是十二歲 演的就是秀如記的大字 所以說我是從第一次演秀如記開始 就和秀如記有不解之緣 哎呦 好大的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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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个花花世界的时候 他就是一下不能自已 尤其是他在驱江畔 见到了李亚仙的时候 他更是就是惊为天人 所以他把他自己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对于爱情的这样的一个 忠贞度 他的他的这个关注度 他都一股脑的投放到了 这个李亚仙的身上 他们的爱情其实是非常单纯的 他也为这个爱情 付出了很多人生的代价 从一个小朋友 一直到这个大团圆的时候 他的成长历程 都在这图系里边 得以完整的体验 诞成少年的成长史吧 对成长史 他是一个成人史 成人理 有老师要记 以前那时候课堂上讲过说 第一次看到李亚仙的时候 有罪鞭 这种个罪鞭法 罪鞭就是看到太漂亮的 女生就像坏的 本来拿着哪边 骑着马 编着掉的这样子 三次罪鞭 不过听说是故意的 故意就是 故意为了吸引女孩子的注意 所以下次这个骑摩托车 也可以没有编可以这样 你就故意摔跤了 摔跤了一场 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位 是中央大学的老师 是知超学长 以前接触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南管的音很高 高到就是老师好像说 只有在变声期以前才能唱 对不对 因为早期的南管 我们叫董光 其实他是同龄在唱的 他的声音是比较高的 那通常成年以后 以南生来讲 大部分经过变声期 就不太好唱 可是实在很难得 就是一直保留 那个声音可以很高的 学长变声了吗 好像还没了 你讲话还是变过声 不过现在学长 在这个中央大学的 昆曲博物馆 他是不是也有一些 关于秀如记的一些产品 是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个展览 我们那一次把昆曲里头 铭记的故事 拿过来做了一个 策展的主题 那当时第一个作品 其实就是秀如记 那其他的几个作品 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 比如说红梨记 西楼记 战花葵 还有桃花扇都是 那我们当时在找展品的时候 其实就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收藏 因为昆曲博物馆 收藏了一批 沈月泉和沈传址的手抄本 那这些手抄本 它其实封面的提名 大概都会把剧名写在上面 比如说秀如记 最边或者是秀如记 达子写在上面 不过当时我们就看到两本 它上面写的是秀如记 上一 还有上二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叫上一或上二呢 那结果打开来一看 才发现说 应该是他们以前 把它当成是一个本戏来演 有一个前后情节 比较连贯的一个演出的方式 所以就叫做上一和上二 这样子 其实像这样做小全本的演出 宇航老师也常常做这样子的尝试 像秀如记过去好像也在你的演出中 你曾经一个晚上演出 有演好几个小生家们 那秀如记也在其中一个 是演莲花这一段是吗 对莲花这段是非常典型的鞋皮声的角色 鞋皮声 鞋皮怎么说 鞋皮声就是昆曲当中 穷胜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叫法 它主要是 它把鞋的脚后跟把它踩平 然后在舞台上拖着鞋皮走 因为它被踩下去了 所以鞋不是很跟脚 有点擦着地皮走的感觉 所以人显得就比较邋遢 所以这种角色叫做脱鞋皮 那么这一类人物 他就是非常适合演穷生 落魄的这样的一种 人的一种此时此刻的状态 踩脚后跟的这种穿着 好像在现在蛮是时尚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样 就觉得一次是个穷生的走法 刚刚我们老师说到 这段其实在南管的时候 您之前接触的是南管 可是昆曲也有演这个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其实因为后来我做秀儒记研究的时候 主要是找到说 我们这个明朝的传奇秀儒记的 其中有一处叫《卢户狼寒》 那这一段其实很好玩的就是 我们发现说 在昆曲里面叫做莲花处 有一处 昆曲的莲花处在南管里面 刚好有一首曲子 我们南管曲叫做《鹅猫血》 那大部分的唱词呢 发现南管的唱词都来自昆曲 而且在南管提名已经提到昆寡北 或是称作昆腔寡 那我们知道说 南管虽然是闽蓝的音乐 尤其是朝前的音乐 朝周泉州的音乐 可是它有很多外来 吸收很多外来的 所以它有些吸收青羊腔的 我们在北青羊 那甚至有吸收到蒙满的音乐 那其中也有吸收到昆曲的音乐 那最具代表性的 吸收昆曲的 就是这一段《鹅猫血盘空飞》 《鹅猫血盘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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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猫血盘空飞定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南青是地方官 地方官講的官話是不標準的 那麼不標準的官話來唱這一段 但是他又要模仿昆曲了 所以他雖然很多唱詞 他都用好像官話來唱 可是跟昆曲又不太一樣 但是唱詞基本上都是從 昆曲的這個梁花樹裡面 也結起而來 也就是說他沒有梁花樹那麼大 沒有梁花樹那麼完整 但是他把裡面的幾段精華 那麼多演唱出來 所以如果把這兩個劇種 唱這一段的來做比較 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當然也可以發現說 難怪雖然是閩南的東西 但其實他吸收了很多其他地方的 一些比較精華的東西 是不是聽起來可能有一點 似曾相識的感覺 對喔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 就是由宇航老師 葛基和清玉瞻 所我們演示的這兩段 這個一詞二曲 有難管有昆曲 我們大概聽看看他的比較 就是由宇航老師 自大作 表有教所作 有话马启作 来行啊 去歌唱 呜呜呜呜 呜呜呜 心中大悠报 朝我心中大悠报 风吹一鼓一哟一哟 芒芜来西洋一哟 一哟一哟花草 一哟一哟一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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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猫而大哨哨 把牛狗而塑着 活泼鞠儿吹着 音似傲儿传说 鞋皮雪儿淡着 我自也是勇猫 无花马儿骑着 喝把狗儿碎着 来行铜儿跟着 身边带出报朝 装说一哟梅叫 他把狗儿相照 一哟哟哨 一哟花草 一哟怨笑 老老陶陶快和笑 一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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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团与横冰能乐堂 跨界合作的秀儒梦 将观众从大团圆结局 带到了郑元和 八十岁林中前一刻 他等着不告别的 李亚仙等了五十年 等来的 却是一席秀儒 无限常然 已经五十年了 雅仙 让我们分别 已经五十年了 是啊 五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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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 拖与我 郑元和走向生命的尽头 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 仿佛年少流落街头时 那一场鹅猫雪 雪 雪 雪は溶け 有天要 空过命的人 沿山 根端 火足雨 沿山 資 LIGH 沿山 沙浜 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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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